为了推广韩国美食吸引更多的游客 尤其是西方游客品尝 最近韩国举行了活动丰富的美食节 在首尔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 来自各个餐厅的厨师们 现场制作了一席超大拌饭 他们用力搅动木产 将各种蔬菜 煎熟的肉 鸡蛋 和热腾腾的米饭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韩国辣酱调味 喷香的拌饭就做好了 当天共有超过一万人 品尝了这顿拌饭 除了韩国当地民众 还吸引了不少西方游客尝鲜 除了邀请游客品尝传统韩餐 美食节期间还将举行厨艺大赛 食材雕刻笔拼 美食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主办方表示 希望通过这项活动 向世界推广韩国美食 吸引更多游客到韩国旅游 欣赏这里美景的同时 享受美食滔天之旅